陳百強 想起時間很快 這是31年前的婚姓 20週年 有韓申博士 有回應商爵士 很多人 想起陳百強也來我們的婚姓 真是很難得 說起跟陳百強 是很深厚的淵源 因為我老爺和他爸爸 是很好的朋友 都認識了世家 昨天還未出道 其實我們都認識他 到他紅了之後 他也有幫我做義工 還有做我的志願者 我很記得有一年 我們在三灣遊艇會 舉辦一個賣物會 我們請了陳百強 來做我們明星的嘉賓 他做完事 他被人很感性 他做完事 坐在大堂上 他說 阿姨 我都沒有做到什麼 我想把我的手錶 捐給你 捐給你拍賣 他說 不是太好 因為太名貴了 我很感謝你的心意 你出席已經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因為如果在這些拍賣會 拍你的手錶 我擔心 太過不到價 就浪費了你的心意 我們留待 將來有機會 在晚宴的場合拍攝 做更加適合 一個是榮標 你知道他爸爸是做金譜 很大的標案 在香港也很出名 很有誠信 很出名 我就拒絕了他 我們帶回他 看到那個人就是 他一個是非常有感性 他來做禮 已經幫到我很大忙 他還要立刻拿出錶 讓我在原廠拍賣 是很不適合那個業會 因為 萬物會 就是比較 很輕鬆 好像一個家庭的日 你的名貴錶在那些拍賣 我想是 十分之一的價錢 就浪費了他的心意 所以我就拒絕了他 我們帶回他 我們留下一次 我們有機會 在晚宴 我再邀請你捐給我們 他很不願意之下 就不勉強 我說 OK啊 Auntie 你記住 有東西你找我 所以 很多時候 我有些什麼活動 我邀請他去殺你 其實 我和陳百強的家人 到現在都保持一個 非常良好的友誼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和一間有名的綠米茶色 是喝茶喝了幾代 由他爸爸那一代 由我老爺那一代 由我老爺那一代 到我們 那些子女 到我現在的孫 即是四代 都認識了很久 現在呢 陳百強在山的時候 我們遇到 如果在同一個時間 吃飯 他有時候會過來我那裡坐 有時候我們會在桌上床 聊聊天 所以是很友誼很親密的朋友 其實陳百強走 真是一個非常可惜 因為是非常 在那個年代非常紅 他的長處 他不單止唱歌是很清晰很漂亮 他是一個非常 在音樂界非常多才多藝的 他又會作詞 在唱歌界不是很濃很紅的歌星 都未必做到同一樣的事情 即做到那麼全面的事情 所以他的離開 對於藝術界、音樂界 是一個非常大的恐縮 當然我們全家人都很懷念他 我記得一年多錢 他家人都跟他做了一個誕誠 一個週年 在這個大會堂 一個很大的念念 就是展出的 他有他的珍藏 他有所有的 他的作品 得獎的歌曲 都非常震撼的 很多不同年營的人 都去欣賞 去享受 去懷念陳百強 這個這麼多才當藝的藝人